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說過R鏡了 今天拿一支R81.4出來拍照 之前也有說過這支鏡 不過這次是拿一部富士GFX100S 究竟R鏡這支人像鏡王 放到中幅時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呢 放到中幅時4433也能吃光 不會有刻薄出現 80mm放到富士時 大概是64mm 而且散景也會比較漂亮 究竟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呢 我約了Shirley拍照 做了幾個月 Shirley拍完照片回來看看照片的效果 一支80mm 落一部富士中幅 等效焦距大概是80mm x 0.79 即是差不多0.8 即是864mm 即是64mm左右 光圈是1.4 x 0.8 等效大概是1.1 看看現在的散景和背景是否差不多一支一光圈 如果這裏有甚麼錯誤 歡迎大家告訴我 我大概知道是這樣的理解 先看一張照片 散景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立體感也非常高 富士相機拍出來的立體感也非常好 不是說富士比較平面一點 看一張照片你都會知道的 真的很漂亮 看看散景 這張照片是全開光圈的 散景真的一個一個圈 分離感也非常之高 這些照片我都是在公司留下 即是旺角拍的 也沒有說有閃光燈 還有LED補光 都是用現場光去拍的 在旺角其實都很光亮 其實都沒有甚麼問題 好 先看這張照片 你會看到主體和背景的感覺 好像Shirley的照片 好像用Photoshop Key上去一樣 分離到很高 其實這張照片我都收拾了少少光圈拍的 應該是容易的 因為有少少起角 那個散景就沒有剛才 全開光圈的時候 那個散景是這麼圓的 不過感覺也非常之好 背景和主角 比起我用普通的Full Film相機 又好像真的差很遠 感覺就真的分離得非常之高 好 我們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全開光圈拍的 因為散景會看到 真是一個橢圓形的貓眼散景 而這些舊鏡拍出來的影像 也不會很銳利 會比較軟一點 舒服很多 但是會看到背景 真是相似一光圈的那種感覺 真的非常之好 如果有一部中幅的買一支R80 18000至22000左右 但是做出來的效果 真是相似一光圈的鏡頭 真的非常之好 你看這張照片的質感 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背景會比較暗了少少 頭髮和比較暗的背景 亦都可以分離得到 都非常之漂亮 分析力都很強 好 我們又看看另外一張 前面的光線就打到Shirley那個人 就會見到暗一點的背景 襯托主體就明亮一點 感覺亦都很帶出主體的立體感 很漂亮 這些背景 收細到2.8左右 的確銳利度是會提高的 好 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更加表現到 大光圈的感覺 當然也是收製了少少光圈去拍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張照片也會變得慢一點 這張照片真的好 看到後面是一輛車 但是燈光就會見到非常之美 都是那句 普通的1.4光圈 怎會做到這樣的效果呢 那就是因為真的下了一部中幅的時候 效果和普通拍攝的時候 是有很大分別的 這張照片我也挺喜歡的 比較暗一點的環境之下 有少少光落到Shirley的臉和人的 撿出來的效果也有電影感的感覺 好 看看這麼遠的散景 也是很開心的 看到一些1.4光圈的鏡頭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最初看的時候也很驚訝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我們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在巴士站拍的 也是用現場光去拍的 你會見到後面一個個圈的散景 應該是車的燈來的 你會見到真的非常之圓的感覺 還有這張照片拍了出來 有一種脫離了現實的感覺 因為你在現場看的時候 那個環境不是這樣的 但是拍到出來的時候 你會見到跟現場的環境相差這麼遠 這張照片和現場的對比是非常之大 好 我們又看看其他 這張照片我也是收拾了光圈影 亦都是保證那個人的銳利度 這張照片我也非常之喜歡 因為你用巴士站的廣告牌的燈光 去打光 Sherley的燈光 Sherley也很專業 Sherley也很專業 她也很懂得去找這些光園 站上去給我拍照 Sherley是一個專業的model 如果你是跟另外一半去拍照的時候 你也要懂得去看看 有什麼不同的自然光園 就可以照光的人去拍照 這件事的觀察力也要有 另外最後就看看這兩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的感覺真的非常之美 我見到後面這張會更加誇張一點 因為真的全開光圈去拍照 就會有這麼漂亮的散景出來 一個一個圈一個一個圈 好像貓眼一樣 那種感覺就好像用一些100mm 例如一些135mm的鏡頭 去做出來散景的感覺 但是這一支只不過是一支 80mm 1.4光圈的鏡頭 都可以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我真的非常之驚訝 我們看看前面這一張 這一張就收細了一點點光圈 因為都想令到個人會比較sharp 那我就收細了一點點光圈 那你會見到散景就是有起角 其實都很容易分傳開光圈 和收細光圈那種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正在用中幅相機 例如富士、哈蘇 都想試下下R鏡去拍照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又或者上店鋪 又或者上店鋪上來去試一試 照片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